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现如今,大肠癌越来越高发 调查显示,肠癌每年致死20万人 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所以人们尝试痰癌色变 由于肠癌早期没有任何特异性,总是悄无声息 所以不少人都抱有一定的恐惧 甚至将它与放屁多联系起来 据统计,一个人每天平均都要放15次左右的屁 有的人还会更多 那么放屁多就是肠癌吗? 其实放屁是人类肠道正常蠕动的结果 做完手术后,医生都要问病人放屁了没有 就是要了解患者肠道功能是否恢复了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咽下一些空气 肠道菌群在帮助食物消化时也会产生气体 这些都是屁的主要来源 由此可见,肠癌的发生跟放屁多少没有太大关系 放屁多且大便不成型 还有这三种情况千万别忽视 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进食了不洁的食物 就容易导致肠炎的出现 发生肌性肠胃炎之后 肝患者会出现有腹痛、腹泻、放屁量增多的神晃 且人们排出的分辨形状以及颜色也会发生改变 这时就一定要服用治疗肠胃炎的药物 肠道中的有害细菌被清除后 肠道恢复其正常能力 排放气体的量也会减少 二、吃饭有问题 吃饭吃得太快 边吃饭边聊天 会吞进去大量空气引起皮多 或是吃了太多胀气的食物 如豆类、芥兰、煮熟的白菜、鸡蛋、橙子、西红柿、草莓、牛奶和豆制品等 这些食物就会在肠道内产生气体 所以放闭频率也因此增加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相信生活中很多人都患有便秘 它之所以会产生 主要就是由于食物在身体内消化 长期滞留在肠道中 从而导致肠道失去了原本的活性 它不仅仅会导致你排便补畅 还会经常出现放屁多的情况 让你易怒、烦躁、焦虑 便秘时粪便堆积在肠道中 而粪便是由细菌引起的 细菌的发酵作用会产生大量气体 自然就会爱放屁 当你是以上的情况时 就一定要小心了 分清情况再处理 生活中如果肠癌真的发生了 以下才是身体会有的表现 1.大便性状异常 肠癌发生后 大便的性状就会发生改变 会有大便便细、有凹槽、血迹等表现 其中,便血是肠道癌症的典型症状 如果在粪便中出现明显的血迹 或者是血迹漂浮在粪便上 很可能是止疮 肠癌引发的便血是会与粪便混合的 甚至伴有粘液状 2.排便习惯改变 在正常情况下 每人每天一次或者两次大便 然而这一阵子 却变成了一天好几次 出现便秘和腹泻交替发生的情况 这时候就要小心 是否出现了癌便 另外还有一种 细菌肠道紊乱也会引发便秘 腹泻交替出现 所以最好检查确诊 看是哪一种情况导致了大便异常 3.消瘦异常 肿瘤细胞在增殖的时候 会消耗掉身体内的能量 而且出现在肠道内的肿瘤 也会影响到营养物质的吸收消化 长时间下去 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 体重也会慢慢下降 如果自己一个月消瘦10斤以上 就要格外注意 预防肠癌养好肠道 4件事很重要 1.注意调整饮食 肠炎道并从口入 若是饮食不节 过时麻辣刺激烧烤等食物 就会增加肠癌的发病率 所以平时要调整自身饮食 多摄入蔬菜水果 1.肾式纤维食物可以润肠通便 促进肠胃蠕动 养护肠道健康 预防便利 食物来源 菠菜 红薯 苹果等 2.年性食物 预防肠道疾病 还能吸附胆固醇和胆汁 促进排出体外 食物来源 石花菜 发菜 芦荟叶 山药等等 3.发酵食物 不仅能够降低排便的畅味 还能够帮助预防便秘 食物来源 酸奶 纳豆等 2.多喝清肠茶饮 平时可多用有清肠作用的小植物泡水喝 这样可以加速肠道蠕动 减少肺物在体内堆积 有改善肠道的作用 纳木精英滑叉 纳木叶是树木纳木的叶子 它不仅是一种要是同源的食材 更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它还有降血糖 降脂 降压 抗氧化 通便 利尿的作用 甘草则有清热解毒 促进肠胃蠕动之功效 绝民籽 清肝明木 降压通便 适用于高血压 高血脂症 以及习惯性便利的 绝民籽搭配烂木叶 再加上甘草 可以加强肠胃的蠕动 促进人体排便 把毒素及时排出体外 3.生命在于运动 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 适当的运动 可加速血液循环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还能促进肠道蠕动 加速有毒物质的排出 就像太极拳 步行 慢跑 骑自行车等营养运动 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肠胃功能 研究显示 常走路的女性 和几乎不走路的女性相比 得大肠癌的几率 降低了31% 走路是预防肠癌最简单方便的运动 随时随地都可进行 4.完善肠道检查 据统计 50%的大肠癌都发生在直肠部位 其中又有80% 位于旅膏门很近的地方 因此 医生通过简单的处诊 就能判断出肛门附近的肠道疾病 临床上约70%的直肠癌 和30%的大肠癌 都是通过医生的肛门直肿 探查出来的 因此 平时一定不要忽略 要及时完善 营最后忠告一句 不要听风就是雨 自己吓自己 真的担心自己身体出了问题 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 不要听别人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